这里是胡瓦大铭老市场 胡瓦大铭的意思就是二鱼头的意思 其实在泰国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社区旅游 我们也可以看到泰国人的一些屋子 它是挨着运河 依和而建的 这就是比较传统的泰式屋子 我们看到他们平时会划船 也会去在这个社区上去购买东西 或者是串门都是通过船来的 哎呀 鳄鱼 鳄鱼 那不是鳄鱼吧 那不是鳄鱼 是什么 蜥蜴 就昨天那个你看他的蜥蜴 什么是鳄鱼嘛 突然浮出水面的蜥蜴让人吓了一跳 但是真正的鳄鱼在这里已经找不到了 沿着河边新建的高脚木屋 有住人的公寓 也有一些小店 怀旧的风情让它成为了曼谷小众的旅游目的地 其实在泰国就有很多这样的那种 就是我们要发展社区旅游嘛 就是把当地的一些资源运活起来 然后也保护这种老社区 就是会推一些这样的小众的旅游景点 过桥后走进了一条长约三百米的老街 路的两边商铺 做着跟当地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意 鳄鱼头老社区之所以称之为老 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 穿过鳄鱼头老社区的是巴威武里龙运河 在拉马五世王时期扩建 是梅连河众多支流里的一支 一百多年前 这条运河是从北楼府前往曼谷唯一的水路 鳄鱼头老社区因为运河曾经十分的繁荣 后来公路的开通 从这里过往的商船越来越少 直到停航 鳄鱼头老社区变得寂寞起来 年轻人去了更好的地方 舍不得离开的老人 还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 看它的家 一百多年了 所以这里也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吗 一百五十年了 对 你看到它家很多 就是转工的东西 现在我们用的 这有人住吗 有 有人 但是它用它来装饰 可是它的门是朝那边开的吧 对 从那边 这个是宅宅 公寓楼 如果要吃饭的话 它还有小小的餐厅就在这里 然后上去都是房间了 就是要常积一点 就是常积公寓 但大概价格是多少钱 平行 平行 通常你拿下的买过来的 等下来给你们 好 两个月 好 OK 几月那种 一个月差不多一千五 一千五泰铢一个月 对 因为有很多公寓中 就是少要六个月还是一年 要不的话就是很多游客来来回回 有些人还会拿到 但基本上都是泰国当地人来入住 对 一千五泰铢水什么的 2009年起 当地的居民开始保护社区建筑 并努力发掘它的价值 不幸的是 2013年 2014年 遭遇了两次火灾 社区觉得必须发展观光旅游 才能让鳄鱼头脑社区保存下来 这一点它的好处在于 它是挨着索文加布鲁机场 然后就是大家如果在这里再多一些那种 一些参与性的项目可能会好一些 老人在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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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和想着这个曼谷有点不一样 因为曼谷其实是多面的呀 我们经常去的都是旅游景点 还有一些比较繁华的地方 其实像这样的地方 其实很多中国游客可能就不会过来 但是呢可以去感受一下泰国当地人 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 其实就是有不一样的一面体现给到大家 感受接地气的泰国生活 让鳄鱼头老社区成为了很多人心中 值得一去的小众目的地 而鳄鱼头老社区也在努力从老旧中蜕变 获得新活力的标准很简单 有年轻人来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成功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 鳄鱼头社区的一家咖啡店 我们看到这家咖啡店很多人 很火 然后遇见了一个泰国小姐姐 她长得非常漂亮 我们来问一下她为什么会来这里旅游 要再谈一下吗 Tiotini 呢 Tiotini 因为这家咖啡店 它们有咖啡店 它们是个名字 饭饭饭饭 然后 这家咖啡店 它们很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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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因为念旧舍不得离开 年轻人因为念旧会记得回来 很像道乡里的那句歌词 唯一的城堡是家 这里有最初的美好 我们来到这个社区旅游 其实是 也是泰国旅游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嘛 因为大家也知道旅游它其实是跟经济挂钩的嘛 所以呢 其实很多社区也可以通过发展旅游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来发展当地的经济 也可以把当地社区的居民团结起来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曼谷的社区也有很多 而且都是依着魅南河或者是小运河而建的一些社区 那每个社区都有不一样的一些模式 包括一些特色 甚至有些社区它会有做一些 我们泰国人会叫OTOP 就是OTOP的这样的一个当地特色的产品 那我们来到的这个社区 它其实是挨着泰国的一个艺术学院 所以它会有一些泰式小清新 包括一些泰国的一些艺术的东西在里面 会让大家会觉得来这里会非常的悠闲 然后呢 大家周末的时候 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 来感受真正泰国当地人的这样一个人间烟火 走去耍看世界有多大 下一期我们将前往曼谷郊外的农家乐 体验泰国的乡村旅游 在这里又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呢 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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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旅游